进入周一 中国指数研究院提供的报告显示 12月百成价格指数环比同比连续第五个月上涨 且涨幅均继续扩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过去五年间 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5% 并将在2020年底之前继续贡献30%的经济增长 此外 中国12月财新制造业PMI指数为48.2 低于预期 同时这也是这个指数连续第十个月低于融库线 欧元区这方面的数据为53.2 基本和预期持平 沙特因处决了知名什叶派教室 在什叶派穆斯林世界掀起了怒火 沙特周日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并责令伊朗外交人员48小时内离境 美元呈现涨跌互件的局面 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上涨到了1.0924 英镑对美元的比价上涨到了1.4799 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18.9700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新西兰元对美元的比价 现在的比价维持在压力线0.6820以上 并且还在继续下滑 短线期来看 比价可能会首先下滑到0.6740后 继续走软到0.6715 但是如果发生反弹 那么可能会首先走强到0.6840后 继续走强到0.6860 贵重金属的交易强势增长 黄金的价格上涨到了每盎司1072.00美元 这也打破了自12月22日以来的下滑趋势 日中相对强弱指数RSI也在走强 长线期来看 价格可能会首先上涨到1066.40的支撑线以上 并且走到每盎司1075.30美元后 继续走强到每盎司1077美元 但是如果价格下滑 那么可能会首先走软到每盎司1063.30美元后 继续走软到每盎司1060美元 白银的价格上涨到了每盎司13.96美元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图金华 欢迎继续锁定Trading Central财经电视